糖尿病可以分为哪些种类 实际上糖尿病分为四大种类 第一类,一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仅占到了我们总体的5%到10%左右 它主要鉴于儿童或者青少年 是由于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而导致的糖尿病 第二类,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是绝大部分占到了总体的90% 它主要鉴于成年的比较老年的病人 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原因目前是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的 但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原因是因为胰岛素分泌的减少 或者是胰岛素的抵抗而造成的 第三类,叫做妊娠糖尿病 顾名思义就是在怀孕期间所发现的糖尿病 第四类呢,叫做特殊类型糖尿病 特殊类型糖尿病往往和患者的一个基因的遗传缺陷有关系 实际上特殊类型糖尿病 总类是非常繁多的 最爱 Principat 和你一心gg干avi 和介绍 都以来